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印度的恐怖片 黑仙女 影片一开场 老实巴交的眼镜哥在家人的催促下 正在跟单身大龄女青年东梅相亲 这眼镜哥从来没谈过女朋友 在感情方面就是白纸一张 纯洁的让人心疼啊 东梅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 后来对方一亲别脸把他给揣 东梅知道像眼镜哥这种 手身如玉的男人陷入 因是真不好找 于是便牢牢的抓住不放 相完亲 眼镜哥和爹地妈咪开了车回家 三个人正在车上聊着的时候 突然撞上了一个老太 眼镜哥下车一看 发现老太太已经驾喝洗油了 警察来到出事的现场 经过调查 几个人摸到了老太太家 一帮人走进屋 看到老太太的闺女春花正躲在角落里 脚脖子上还绑着一根大铁链子 这个春花显然是被他妈咪囚禁在家很多年了 不仅表情僵硬目光呆滞 而且根本不愿意跟陌生人沟通 警方经过现场勘察 认为春花的妈咪不是碰瓷尸首就是自杀 眼镜哥一家没有责任 停尸房这帮人是够确责的 经常会在尸体上寻找之前的东西 连金牙也不放 酱油哥正在春花妈咪的尸体上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老太太胳膊上的烙印 这哥们当时又吓尿了 酱油哥跑回办公室 给教授王大白打了一电话 酱油哥说这儿有一位死于车祸的老太太 她手臂上有那个欧拉查卡的符号 这个王大白可不简单 这一辈子一直致力于打击各式各样的邪教 而且专门收拾已经怀孕的女教徒 冷酷无情手段残忍 江湖人称辣鼠碎花 多年前 王大白在给一邪教的女教徒去磨的时候 一不留神被女教徒把眼睛除下了一只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处理完老太太的后事 眼镜哥把春花送回了家 春花刚走到家门口 他妈咪的鬼魂突然出现 刚开始还挺温馨的 可这时候话风突然一转 差点把春花给吓死 第二天眼镜哥正上班的时候 都没给他打来了电话 都没说我想好了 我决定嫁给你 下午咱俩再见一面 再好好聊聊 春花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妈咪这一个亲人 现如今妈咪一死 他也就成了孤儿了 当他正在河边打水的时候 王大白带着人偷偷摸了过来 不过他们的行踪 很快就被春花给发现了 当这帮人冲进屋子的时候 春花已经撒自撩了 眼镜哥晚上睡不着 站在阳台上抽烟 突然感觉屋里有动静 他抄起家伙 在屋里一动瞎群目 突然看到了 正躲在床下边 瑟瑟发抖的春花 春花说 他会杀了我的 你快救救我 把人家妈咪给撞死了 眼镜哥这心里 本来就很内疚 再看看春花这可怜巴巴的样 他心里是越来越难受 眼镜哥说 到底谁要杀你 春花说 这个人我小时候见过 当时我和妈咪住在山里 他带着一帮人 过来找我们的麻烦 眼镜哥说 他为啥要杀你啊 春花说 不知道啊 我妈咪也从来 没跟我说过原因 第二天眼镜哥去上班 把春花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春花正在剪脚织剂的时候 屋里突然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吓得他急忙把自己 关在了卫生间 这个时候 魔鬼的跟班黑女巫突然一渗透 当时就把他给吓尿了 眼镜哥下班回到家 发现春花连午饭都没吃 眼镜哥说 我给你找了一个福利之家 就说条件不错 明日一早我就帮你送过去 春花说 爱谁去谁去 反正我不去 眼镜哥虽然同情春花 可春花总在他家里住着 也不是个事 那边还有一东梅呢 万一让东梅知道了 大还得了 转过天 眼镜哥带着春花前往福利之家 两人进去一看 发现这里的护工非常的凶悍 对那些无家可贵的人非打击骂 眼镜哥不忍心让春花在这遭罪 又把春花带回了家 从此之后 春花便在沙家帮扎下 晚上春花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上正上演的男环女爱的画面 把春花看得是热血沸腾小小动红啊 到了后半夜 春花顺着阳台爬到了楼下 把一只无辜的狗狗给咬死了 王大白拿着春花的头发 找黑女巫打听春花的下落 黑女巫说 她现在正跟一男孩子在一起 两人马上就要谈恋爱了 而且很快就会有下一代 百无聊赖的春花 正在家发呆的时候 黑女巫出现了 把春花吓得急忙跑进了卫生间 卫生间的地板上放了一桶水 一只鬼手突然把春花的头拽进了水里 恍惚中 春花看到了他妈咪 当年被邪教组织烙印的那一门 眼镜哥下班回到家 春花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把这哥们揍得是丢盔卸甲 折起身杀了 第二天的早上 眼镜哥刚来到单位 就撞进了王的板 王的板说春花不是人 是个仙女 她是魔鬼的女儿 非常的危险 她会让你爱上她 你就会被困在她的谎言里 当她得逞的那一天 她便会深情的吞噬 到了晚上 春花在家里对镜天花黄 眼镜哥在大排档时 又焦躁流密码 眼镜哥在回家的路上 被停尸房的酱油哥跟踪了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眼镜哥被揍得是鼻青脸重 眼镜哥回到家 说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不是准备要我的命啊 看着心上人 被揍成这个熊样 春花的心都碎了 她一不做二不休 就来到了停尸房 上去一个熊某 酱油哥马上就交了饭泡 要说魔鬼的女儿就是不一样 不仅力大如牛 而且深情如艳 窜房越挤如履平地 第二天那一早 眼镜哥的未婚妻 东梅突然不请自来 并且主动缩稳 春花在窗户外面一伸头 可怕眼镜哥吓坏了 急忙把东梅推开了 东梅一看这自尊性 可受不了 提着包就走 春花跳进屋里 死死的盯着眼镜哥 两人正缠绵的时候 东梅突然杀了一回马相 拿起床上的手机就走 眼镜哥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东梅说你就是一骗子 表面忠厚内心禽兽 我算瞎了眼 气急败坏的眼镜哥 回到屋里 就打算把春花扫地出门了 春花上去就掐住了眼镜哥的脖子 差点把这胳膊给掐死 春花说不好意思 我也是一时冲动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随后眼镜哥开始查阅 关于黑仙女的资料 原来多年前 有一个叫欧拉查卡的撒旦团伙 经常会绑架一些年轻的女人 这个团伙绑架女人的目的 是想延续魔鬼的血统 他们把这些女孩献给魔鬼 魔鬼利用这些女孩 为自己传送接待 这件事被曝光之后 社会上引发了 对这个团伙的世界末日运动 这项运动的发起人 便是打卡大学的教授王德白 本来社会上是支持这项运动的 但由于王德白的极端主义 和残忍的手段 最后被政府给禁止了 这些魔鬼的孩子 出生时既没有齐烈 也没有肚脐 毒药会在这些孩子的血管里流测 因此他们每个月 都要吐一次毒药 如果不吐出来 很快就会死掉 要说这眼镜哥也够坏了 为了让王德白来收拾冲花 这孙子居然利用欺骗的手段 把冲花给锁了起来 傻乎乎的冲花 还沉浸在幸福当中 说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眼镜哥一听就懵了 很快王德白带着人就出现了 冲花这个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出片 紧接着王德白拿起皮鞭 把冲花揍的是皮开肉站 眼镜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整整三个星期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人家 想自杀又没那个勇气 突然有那么一天 东梅不请自来 东梅说你什么情况 你这样弄 你们家的人还以为 是我把你怎么递了 你现在就出去 把真相告诉他 把你和那个女人的迫事都说出 眼镜哥说 她是个怪物 是魔鬼的女儿 而且还怀了我的孩子 其实和她比起来 我才是真正的魔鬼 听了眼镜哥的话 东梅也把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他男朋友 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已经怀孕了 被甩之后 东梅无奈把孩子给打掉 由于春花这个物种 很难被杀死 因此王德白采取的办法是 等春花自身产生毒药后 自己把自己给毒死 认识到自己犯了大错的 眼镜哥急忙回到家 发现屋里是狼藉一片 王德白的手下全都领了盒饭 而春花已经不见了 晚上王德白正睡觉的时候 春花突然杀到 二话不说就把王德白给弄死 随后春花又摸到了东梅家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春花突然要生孩子 都是女人 而且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 作为护士的东梅也不逃跑了 开始为春花结伤 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是有期待 说明跟魔鬼没啥关系 当眼镜哥赶到的时候 春花留下孩子已经不知去想 影片的最后 眼镜哥来到深山老林 找到了心灰意冷的春花 这个时候的春花 马上就要吐毒药了 但最终他选择了 死在眼镜哥的怀里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别人对你用情深 你却伤了他的心 爱情不是做游戏 对待感情要认真的